台中科普館30年晚慶 继鼎令30展出之后 又推出脑中乾坤特展 以多个活泼先进的互动游戏 来让民众对大脑有更多 更深入的认识跟了解 像是靠专注力就能够玩赛马比高下 或者转动猫耳朵等 让不少人都只忽视新奇又有趣 它会有一个慢慢的就是一节一节一节 它大概有个女子 熟悉的赛马游戏出现在台中科普館 不过这次不是用手把玩 而是靠头上的感应装置 比的是谁的专注力高 谁就能在游戏中一举得胜 互动装置可以让 就是真正在观赏的人 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触到一些知识 我觉得比起一般看展板的话 会有更生动而且更有体会 它主要是看你的整个专注力 跟你的放松度 两个交替作用之后 如果你都处理得很好 你的马就会往前跑两步 庆祝台中科普館30周年管庆 既鼎立三十特展后 又推出了脑中乾坤特展 分成结构的脑 知觉脑和感性的脑等七大主题 介绍感觉 知觉和情绪 是如何和大脑产生连结 和以往不同是 这次全以活泼先进的互动游戏来启发民众 像是念力猫耳朵和微笑电视墙等让民众大开眼界 那第一个主要当然就是我们脑的最基本的介绍 就是脑的构造 然后再过来就是脑的知觉 包括眼耳鼻舌声 然后再过来就是我们的感性 你的情绪等等 然后我们的理性 就是人类的脑的发展的过程里面 它怎么样的理性的发展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变动 变动的脑 就是从你小时候的脑 一直到你年老的时候的脑的变化 还有一个就是疾病 脑的疾病其实大家都在研究 策展团队花了近两年的时间 才完成这次的主题 摆脱医学观点来看脑部运作 而是透过大专院校合作 来强化操作和体验 让民众愿意来为自己的大脑解密 记者里讲的中 才不当